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 娛樂半世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r big channel Smart Travel Hello 大家好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說一下 雖然我不是第一次說這宗案件 但我覺得每一次你都找到的點子 是覺得將它盡情發揮 尤其是加上這個七表叔的盡情演繹 話說在2007年4月3日 有一位亞洲女首富之稱的香港女婦相 龚如森病逝 留下巨額的財產 預計有超過400億港元 93日後她的家人宣布 按照龚如森生前的遺囑 遺產除了用作照顧老人家所需外 其餘的全部都撥取華貿基金作慈善用途 但當所有人都沒有想到 只是隔了幾天後 有一名神秘的男子召開發佈會 我是龚如森遺產的唯一受益人 這個神秘男人 就是龚如森的御用風水師陳振聰 當時有不少人以為 陳振聰這個聲明是一個惡搞 又或者他癡心妄想想承受 陳振聰當時拿了龚如森一份遺囑出來 上面寫著 我將本人的遺產 預款 匯贈給陳振聰先生 他的遺產剩下包括了任何地方 任何種類和聚術的動產以及不動產 以及他委任權 而且無論現時擁有或日後獲得 在這個記者招待會後 整個香港及整個亞洲的街頭巷尾 都在談論龚如森的遺產話題 可謂一時轟動 於是人人都好奇 陳振聰只不過是龚如森的風水師 為何捲入了龚如森的遺產成計 並且在這個官司之中 一切就打從1990年某日 驚天大綁架案講起 龚如森的丈夫就是華貿集團主席王德輝說起 王德輝和龚如森在上世紀60年代 創立了華貿集團 大力向房地產發展 經過了十多年的拼搏 成為了相當大的私營地產商之一 在獲得巨大財富後 就引起了很多人眼紅 1983年時 王德輝被綁架過 龚如森交了1100萬美金的贖金 之後救了丈夫 去到1990年 王德輝再次被綁架 並獅子開大口 索取6000萬美金的贖金 那個年代 香港的治安確實是挺差的 那個時候華貿集團太有錢了 龚如森也沒有把這6000萬美金看在眼裡 為了救她的丈夫 她亦對別人這樣說 不要說6000萬 就算6億美金 我都會照給她的 但這令到龚如森沒有辦法想像到 錢雖然寄了出去 丈夫一直都沒有回來 發生在這個情況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那些綁匪不講道義 沒有口齒 進行了私票 但是龚如森也不願意相信 直到有一天 警方給了龚如森 送了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消息 我們已經找到綁架你丈夫的匪徒了 他們招工了 已經將你的丈夫拋了到江海 他們 他們在說謊的 我丈夫是一個很有福的人 她不會那麼無福的地 但是事實擺在眼前 龚如森完全不肯接受這個現實 黃德輝被私票的消息 在香港很快傳出去 各界對於龚如森是充滿了同情 儘管有人看到放些流料 連他老婆也娶不上 但同情這一個 只剩下這麼幼 只是窮得只剩錢的女婦號 但是並非雅禁患得患失的 這個陳振聰就像她的名字一樣 發現了其中的相機 如果磅上龚如森這位女首婦的話 或者有下一世花不完的錢 但是究竟她怎樣可以 埋到龚如森的身邊呢 那就必須施展她自己祖傳的風水秘術了 陳振聰曾經偶然拿去望乎 在一個箱裡發現了一本《天途報局》 在深入研究時 以風水師的身份示人 為了打通和龚如森的關係 她故意認識了一位香港立法會議員 在橋樑的老朋友梁濱 介紹了龚如森給她認識 梁濱有一段時間是失眠的 聽朋友介紹就找到陳振聰 陳振聰用風水秘術 在梁濱家裏做了法 從此梁濱就再不失眠了 對於陳振聰 師傅你真是技術一流 但是我相信應該陳振聰 是沒有幫她脫衣 從半裸的身體摸到屁股的 好了陳振聰就對梁濱說 梁濱議員我最近夜觀突然症 發現了一幢QK是關於你的朋友 龚如森的 很多人都說王德輝已經不在人世 但是我看到王德輝的聲像 聲像非常美弱 但也一直在閃力 說明了王德輝是未死的 此言一出梁濱就難以自信 隨後就在探訪一個龚如森時跟他說 如森呀如森 你也不要那麼傷心都依事無補 我一直有一位朋友交往甚深的風水大師 他透過占卜得知王德輝相在人世 你要不要見他一下 當時龚如森傷心欲絕 只要有一絲絲的希望 他也不會放棄 於是立刻找梁濱 你幫我約見這個陳振聰 好了 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龚如森就這樣說 陳大師你好 我聽梁先生說 這是風水秘術下很厲害的 可不可以幫我尋呼呢 好了 陳振聰閉目養神一會兒 咕嚕如虛地說 唉 話說 也有一點點緣分的 我那晚夜觀天星的時候 剛好讓我看到你丈夫的聲像 向我閃力 似乎向我求救 我豈能夠坐以待斃 坐視不顧呢 雖然她綁匪把你丈夫拋到公海 但你丈夫福大命大之仁 唉呀 剛剛說中了公如森的心思 好了 她說 走著這塊木 乘著一個飄揚過海 去到一個小島 叫做執能島 只要我們用心去找尋的話 肯定可以找到回來的 這番說話可謂 中正這個龚如森的心眼 為了要尋找王德輝 龚如森就逼不及待 這樣 留下這個陳振聰 她幫她作法 這個時間長達了一個小時 據悉呢 陳振聰之後所寫的回憶錄記載 陳振聰去幫她公如森作法 不久之後 公如森傾訴了一段時間以來 她自己頭痛的苦怒 哎呀 自從我先生失腫之後 我的頭就好痛 請問大師有什麼方法去解決呢 好了 陳振聰想了一會兒 我早上傳了一本絕技 令到別人忙卻煩惱 但是你要配合我才行 公如森的心點頭說 這樣多謝大師先 陳大師 至於酬勞方面 都會不差的 陳振聰說 相識也是緣分 今前不過是身外物 講完之後 陳振聰就給公如森 半拿著身體 不如這樣 你脫了你的衣服 你隔著衣服 我是替你按摩不到的 然後你如果怕我 我不會色情 你看我正經人 不如這樣 你的臉就朝向床上 那我就不會見到你的乳房 然後 中醫的公如森 乖乖地脫上上身的衣服 半拿著身體 哇 他很久都沒有 比一男人 這麼近距離 雖然隔著一個背面 但是他心裡啪啪啪啪啪跳 哇 為甚麼你們 哈哈 你們喜不喜歡聽 我想知道 想不想聽下場 你們好像聽到 入了神 你記得 我們的任務 我有我的任務 你們也有你們的任務 哈哈 好了 講完之後 陳振聰就有了 公如森 把他的半拿著身體脫掉 然後趴在床上 我真的沒有看的 我真的沒有看的 好了 他就把按摩油 塗在公如森的後背上 然後用掌心 慢慢地推 他在嘴裡很溫柔地說 放鬆點 放鬆點 公如森以為自己 只是尋常的按摩 認為這個陳振聰不過是 顧名釣魚之徒 但是公如森 他沒有想到 在他不在意的時候 他沒有留意 陳振聰的手 突然之間 由他身體 兩側 用力地擠壓 直接放了雙手 在他的胸前 哎呀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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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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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然後 陳振聰的指法猶順 那些指甲 因為都沒有指甲 就是指頭 指頭還未去過龜頭 黑到好處 沒有令到公如森 產生了絲的排斥 然後他沒有抗拒 只是看到公如森的身體 一直這樣震 可能很久都沒有被男人摸過 這個更好 陳振聰就下懷了 好了 竟然好像觸電一樣 動彈不得 陳振聰 都未等到公如森反應過來 他用一手指 繼續這樣 向下指壓他的臀部 哎呀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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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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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色已經非常迷離 身體完全不由自主 你強姦我了 哎呀你強姦我了 哈哈哈哈 在這個時候 陳振聰把他的手 再向公如森的下體 輕輕地對公如森說 親愛的 親愛的 反過來 讓我為你的正面作法 OK這樣 大約陳振聰來到見 跟著那些你自己幻想 下山三千字 之後發生什麼 我們點到即止 哈哈哈哈 帶到陳振聰來見到 公如森的梁彬 一直在大廳我等候 他不明白 為何這次陳振聰作法 時間會那麼長 他記得陳振聰以前幫他作法 都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加上 咦 梁彬在外面的大廳我等著 他在那裡 為何好像見到 聽到有些聲音隱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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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梁彬覺得有點奇怪 過了一陣子 陳振聰 就單獨離開房間 出來見 這個梁彬 他的好朋友 坐在大廳 只見到 陳振聰 滿頭大汗 衣服不整 梁彬見到陳振聰 之後就問他 陳大師 這次的作法 是不是很困難呢 陳振聰就說了 這次我遇到一個高手 黃先生 黃達輝 有此一劫 在我的作法 尋找黃先生的下落 剛剛才有點眉目 竟然有一位高手 從中阻攔 我和他鬥發三八個回合 其實那三八個回合 就和這個公如心 在裏面翻雲覆雨 雖然是僥倖地勝出 但我徹底地找不到這個黃先生的聲像 看來都是空多格少的了 然後梁彬就慨嘆一句 看來天命難為 余心 為何還未出來 陳振聰就說 龔余心女士 她愛夫深切 在我和她高手鬥發的時候 她也加入其中 在這時身心俱疲 正在休息 所以我們不如先走了 梁彬見狀 只能和她一起走 然後陳振聰離開龔余心的辦公室 好快龔余心就由梁彬裏面 再叫多這個 拿到這個 喂? 梁彬啊 上次那個風水師傅 他也是非常傻家 不如這樣 你可不可以把她的電話直接給我呢? 我上次忘了問她 拿這個電話 因為她作法令我神魂電倒 好了 梁彬呢 並且龔余心 給陳振聰送了一張 五萬三千元的風水諮詢筷 不知道是否包括她的按摩費 好了 自從那次作法之後 在赤裸的身體作法之後 陳振聰則成為了龔余心的座上客 幾乎三兩天就會請陳振聰過來 動不動 每天十幾二十分鐘的通話電話 因為龔余心本身 她的職務也是非常繁忙 甚至 經常半夜要過去作法 我想問給大家聽 你感覺到作法是甚麼方式 作法呢? 難道劍插下體 難道劍插下體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她找到她 坐上客 每次去到作法 甚至乎作法籌金 亦都慢慢地水漲船高 每次以過億的單位去計算 嘩 作法的紙插下體 每次都有一億 過億 哈哈哈哈 是酬勞的 好了 若女劍化 若女劍化 你你我刺傷 刺傷 當然對陳振聰真正的風水建議 龔余心亦延聽啟松 我認為陳振聰真的有本事 竟然把磐絲洞 所有的蜘蛛網都清得乾乾淨淨 而且水直流 這個洞水直流 好了 在1999年 龔余心的丈夫王德輝 被法院正式裁定為死亡 這涉及華貿集團歸屬權問題 如果王德輝沒有死的話 華貿集團他們夫妻二人創立公司 但王德輝死了 就涉及財產承繼問題 王德輝父親王亭欽 隨即和龔余心開場幾年的遺產爭霸戰 官司關鍵時 王亭欽拿出一份 王德輝所立的遺產受益人的遺囑 龔余心一番二番相繼敗訴 眾所周知 如果王德輝接言敗了兩次的話 其實對於這個官司 基本上都是一個定局 華貿集團 誰究竟花落誰家 暫時都沒有一個說法 但敗訴後 龔余心認為要再請貴的律師 都是於事無補的 但想到這裏 不如找陳振聰這位風水師幫忙 龔余心又打電話給陳振聰 阿聰 你知不知道我最相信的就是你 你看我怎樣應付 怎樣破局 陳振聰一點都沒有猶豫 我現在馬上來看看 街勇一定找了風水高手 提前報局才能升數 我走就讓他出手 你就是不聽的 現在怎麼辦 你有甚麼辦法 好了 辦法肯定有的 就這樣 這次晚上在他那裏再次裝發 看有甚麼破局之道 當晚龔余心 將陳振聰接到自己淺水灣的避稅 陳振聰看到龔余心一念潮水的樣子 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先幫你去一下煤氣 你的晦氣讓你精神一點 經過一番操作之後 陳振聰又滿頭大汗 可能又是由渣幫那裏開始 渣到劍插下體 肉你記得我 我給你一次次 好了 他說 我進去這個別墅 已經感受到這個風水的氣勢 壓到頭不過氣 如果你想破這一陣子的話 必須要漏掉對方的氣勢 但陳振聰就給了龔余心一個擺風水大陣 在華貿總部的樓下刮了一個九米深的風水洞 想不到他刮他的盆絲洞也不夠 還要刮他的公司的風水洞 令人意相不道就是龔余心 在2005年7月上訴到香港中審法院 兩個月之後 中審法院真的被龔余心勝訴 為了感激陳振聰 龔余心向他支付了6.88億的報酬 並且阿余心更加信任他 為了龔余心的事業保駕護航 陳振聰不屈勞府到處都在華風水局 有了為打壓競爭對手 幫他消災假難 延年益受 統計陳振聰幫龔余心刮了風水洞 多達十幾個 最令人覺得不可思的是 龔余心甚至把生命交託給陳振聰的手上 當時龔余心被確診卵巢 為了活命急切 需要陳振聰為他自己逆天改命 對此 陳振聰多次為龔余心作法延年益受法事 收了20億港幣 而陳振聰、龔余心提供的風水服務 十五年來 總共由龔余心拿了32億 即使是再厲害的風水師傅 在陳振聰這裏黯然失色 很多人很好奇 為何龔余心這麼有錢的人 都會捉上風水 這是香港開埠以來 香港很多客家人來香港謀生 亦帶著一些風水文化 風水在香港逐漸形成了特殊文化 無論貧富階層 職位都會捉上風水 龔余心更捉上風水的富豪 比比佳時 就好像1985年 匯豐銀行和李嘉誠中環的風水大法 大家聽過了 龔余心作為地產商 更看風水相信 可惜陳振聰的水平有限 在陳振聰的施化之後 其實陳振聰都不能讓龔余心延售 在2007年4月3日 龔余心就去世 享年69歲 去世之後 陳振聰開始大肆揚賺回來的錢 號資12億在香港買了一架超豪的私人飛機 再有錢的港商都不捨得有這些廢貨 除此之外 亦都買靚車、豪宅、遊艇 全部的錢都是由龔余心那裏回來 在此時陳振聰又想打架龔余心的遺產主義 並取出那份遺囑想要400億的巨款遺產立為己有 陳振聰甚至以自己的風水身份 要奪取龔余心的遺產 肯定是不行 為了證實手中的遺囑真實性 陳振聰淡化了作為風水師的身份 力證自己和她的情侶關係 因此在法庭上不斷細數她和龔余心之間的情侶關係 為此曬出各種情侶合照、情侶視頻 以及用商人頭像所製的情侶杯 這讓龔余心的妹妹、龔恩森的說法 可以得到的證實就是龔余心的妹妹 陳振聰服侍我姐姐 就像古時太監服侍皇帝皇后一樣 太監往往人前為為樂樂 用他們讚美的說話 去皇帝和皇后拍馬皮 而博取皇后和皇帝的歡心 陳振聰經常半夜去幫龔余心作法 又如此討好 難怪她連她的老婆 陳振聰的老婆也同意 其實陳振聰的老婆 譚妙青也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 根本不是什麼風水師 只是一個吃軟飯的男人 當她們確定情侶關係的時候 陳振聰就搬到譚妙青的家裡 進行同居 她兩夫妻剛開始的時候 陳振聰搬到譚妙青的家裡同居 而陳振聰當她搬到婦婆龔余心後 剛巧譚妙青正式結婚不足三天 對於陳振聰三天是兩頭住家的做法 譚妙青也很生氣 但陳振聰也拿了龔余心送給她的巨額 諮詢費到譚妙青的手裡 她也不再管陳振聰 而心安理得地令自己富起來 各自一個富太的生活 為了討好龔余心 陳振聰用了很多心思 1994年時 當譚妙青懷孕時 她就安排了兒子 在龔余心生日出生 令龔余心很憐當 對於這件事 譚妙青也能夠忍受 譚妙青最清楚 令人看不到的是 龔余心和陳振聰的遺產時 她老婆出庭作證說 我老公根本不懂風水 她能夠征服龔余心 完全靠祖傳的按摩技術 否則龔余心 也不會給她這麼多錢 面對著外界 陳振聰和龔余心的緊情生活 的質疑 陳振聰更加在法庭上 愛上一個給自己 大23歲的人是罪嗎 相信沒有年齡的階限 因此這件事 已經轟動了香港的輿論 好了 很多民眾都聽完 陳振聰的說話之後 面面情話 直接拿大 陳振聰 香港男人的恥肉 如果給你幾十億 你看看 會不會心動 香港男人的恥肉 我相信這些是吃不到葡萄 但不得不說 陳振聰確實有些手電 尤其是龔余心的家人 都害怕他 在官司期間 曾經提出 拿龔余心 三半之一的遺產 和他和解 但陳振聰 一定要不斷打官司 一定要拿走一百多億 但人心不足 就四來吞仗 公家的人 越是這樣的 就覺得 比陳振聰 自己以為會必勝 由於官司的金額實在很高 陳振聰需要支付天價律師費 為了龔余心的遺產 唯有賣了自己的私人飛機、靚車和豪宅 但風水師陳振聰也沒有想到 在2013年7月5日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陳振聰手上的遺囑 是一個偽造品 為了鑑證這個遺囑 香港高等法院廢殺私糧 還首次引入了風水專家作證和醫學 不即鑑定一起輔助證據 最終判斷 陳振聰手拿這份遺囑是假的 在藝族遺囑和使用虛假文書 兩項罪名之後 陳振聰被判入62年 除此之外還要支付4億港幣訴訟費 以及稅務局追訴3.4億 那個稅及業務稅 其實香港法律界對陳振聰的行為 覺得心痛欲絕 在判詞至於罕有 痛斥八知廉恥 但這個軟泛男 究竟有沒有受到這個懲罰 當然沒有 現在應該是住在江德道 我聽我的朋友說是住在江德道 好了 在美歡 我們去下一條片 因為有很多話要說 我告訴你 第四條片 第四條片會說另外一個 這個重要 世紀最強的殺豬盆 全球最權威的情編專家 他套路 當然曾經在Netflix做過 但有些家庭主婦未必看見Tinder 最後七表叔鎮家的演繹 我們先看第二條片 我看見T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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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六點二十 現在六點二十 好了 黃金三小時分享 我們下一條片再談過 我先正在這個